回到新闻现场要继续带您关心 有一群台大学生 昨天在校庆大会上举白布条抗议 遭到校长重话指责 而这些学生诉求的重点 是为绍兴社区的居民发声 这里面住着一群军公教人员 他们去年突然接到台大一纸公文 要求搬迁 这才发现他们已经住了五六十年的家 其实是台大管理的国有校地 那么现在很担心 到底要搬到哪里去呢 大家都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而校方今天则表示 他们不会强制居民搬走 希望以公办都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狭带的房屋里连厕所都没有 今年八二三岁 原本家住四川的张伯伯 因为当年参加徐邦会战 而跟着部队逃到台湾 退伍后他靠着四处打零工所 赚的钱买下这个两瓶大的房子 因为台大的一封信 他就快要没地方住了 我躲也没地方躲也没地方躲 你想我现在怎么办 还有这一位八十一岁的阿秀仪 因为膝盖退化行动不便 平时只能靠邻居送来的资源回收 卖勤为生 现在房子没了 还要赔偿台大追讨租金 阿秀仪难过的红了眼眶 这篇位在台北市新一路 与绍兴南街的绍兴社区 共有一百三十六户 住的都是二战后 千台的军公教人员 台大在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 去年以一纸公文要求住户搬迁 居民才发现他们住了五六十年的家 其实是台大管理的国有效地 一年多来居民向政府各部会 不断的陈情 却都指得到必须尊重台大议员的答案 因此有一群台大的学生 就利用孝庆大会 以抗议拉布条的方式 来声援绍兴社区的住户 而事后台大也出面表示 依规定必须提起诉讼 才能锁回国有地 但不会强制居民搬走 目前也已经跟相关单位协调 希望以公办都更的方式 来作为居民的补偿 记者会有与刘汉玲 台湾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